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茉莉花 坚入了这个八页份也有花咬吐槽说 这个茉莉花开完第一波花 经过修剪之后一直都没见它开花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它为什么没有开花 第一我们就要看这个叶片 如果你的脊柱长得太多叶片 长得太浓密的话 我们就要适量的给它修剪一下叶片 不要舍不得给它修 下面这些大的叶片的话 我们要适量的把它修剪一半 流出一半能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留了太多叶片的话 它会以脊柱争夺养分 还有心肌争夺养分 所以导致养分不足 也是很难让它开花的 第二点就是施肥 因为茉莉花新长得新烧 大概有10厘米左右之后 我们就要转化回使用磷甲肥 如果磷甲肥不足的话 使它开花也是很难的 磷严肃它是有效的促进花芽分化 甲肥就是可以养根壮根 只要把根养好养壮了 能储存更多的养分 还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比如我们所用的磷酸2青甲 这个磷酸2青甲 它所含的磷严素是52% 甲严素是34% 我们除了给它施肥之外 还有就是光照 光照也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光照不足 它进行不了光合作用 也是很难让它花芽分化的 阳台养护茉莉花 光照不足的话 我们就要使用一点小技巧 3到5天就给它寻转花盆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茉莉花的橘珠 失收到充足的光照 开的花也是比较匀秤的 长的橘珠也是比较匀秤的 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一点小技巧 希望能帮助的到喜欢养护茉莉花的花芽们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